哈喽朋友们好 2023年还有人在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英托用罐装唇的试色 所以这个视频它来了 今天就来是只有罐装唇里有的六个色号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首先第一个是P101磁力眉 这颜色是一个偏向蓝调的眉粉色 饱和明硬度会相对来说高一些 这两年流行回来的韩系女团色 如果再深一点就不好看了 这个调色还是把控的比较好的 明亮且显眼的一支 第二个是PD02豆乳粉 这个颜色它到底为什么没有大火真的绝好看 尤其是配合这个唇泥的雾面质地真的美得太轻松了 日常百搭又不挑肤色 真的谁涂谁好看的雾面粉色 第三个是PD03砖皮红 这个颜色就像它的名字是偏向砖红色调的一支 中调参与让这个颜色会更加适配黄皮 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提升气色的作用 没那么个性出挑 但是在红调色界永远有它的位置 第四个是PD04布朗裸 我发现我还是对滴宝盒色有一定的偏爱 这个颜色无论是打底还是单涂 它都能很好的完成它的使命 更加偏向原生感的裸调色 真的让妆容整体变得既干净又有质感 第五个是302摩登红丝绒 这个红调色就介于之前两个红调色之间了 变得像苹果红中和了一点红玫瑰的颜色 好像那种法式美人爱图的口红 少女复古又热情浪漫 好看得起飞 最后一个是342法式灰玫瑰 非常好的结局 用一支低宝和色来收尾 这支的话真是挑不出任何毛病的灰粉色吧 也没有季节的限制 春天图是心动暧昧的少女心事 秋冬图是松弛感十足的天生美人 还原美貌这个颜色就足够了 好那是不是在这里结束啦